才刚过完四天的廉价 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 准备好要收心了吗 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上班上课的时候 你得多留意天气的状况了 我们的及时影像 带大家到新北福龙的海水浴场 一早这一天天空 看起来是有一点灰蒙蒙的 而且天空还下起了绵绵细雨 因为封面持续的影响 在今天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各地都有机会出现 局部短暂震雨或者雷雨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 就要来告诉大家 因为封面引发的对流性降雨 可能伴随瞬间大雨或是雷雨 有较为剧烈的天气性向来发生 尤其在午后配合热力作用 山区也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 那下一张图卡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其实在全台湾几乎都是一片蓝 今天上午是受到微弱的封面影响 在竹苗以北是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午后北部山区还有东半部的地区 都会有明显的雨势 一时到晚上还有隔天的清晨 雨势才会有趋缓的趋势 尤其最近地震是相当的频繁 再加上降雨几率来提高 若是没有特别的必要 还是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 而至于目前的这个室外温度 今天的温度感受上可能是稍稍有一点凉的 以北部和东部的气温是比较舒适 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 大概到24到27度 而中南部台东高温大概是29到33度 感受上还是有一点点潮湿闷热 至于各地低温的部分 大概是21到25度左右 好我们进一步就要来看到一周的天气预报了 那么今天是周一 不止中部以北 这个东北部都会有雨 而其他地区也都会有短暂的震雨出现 而9号也就是礼拜二封面通过之后 整个水气才会逐渐的转少 紧接着又有东北季风来通过 周而晚间到周三的清晨是偏凉的状态 而北部还有东半部的低温17到18度 中南部的高温也会略微的来下降 周十之后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 而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 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那么最后气象小丁丁要来提醒大家了 开工至全台降雨几率都偏高 偶尔也会有雷雨来发生 大家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 而有开车的民众也千万要来注意行车的平安 另外随着封面接近白天的北部空气品质 会稍微的好卷 但下风处的南部平地扩散的条件不佳 部分地区的空气品质仍然是不理想的 因此敏感族群建议你还是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